我只問一遍唐玉珊在哪兒 他是女丑蛋 湯小姐你怎麼還是那麼蠢啊 這一切都是我設的局 你那個愛得死去活來的晴天 不過就是我裙擺底下的一條狗而已 啊對了還有你那個廢物保鏢 你還是別指望他來救你了 現在啊他自身都難保了 說不定已經死了 你你要幹什麼 臭蛋我做鬼也不會放過你的 你這個廢物沒有死啊 就憑這些臭魚爛蝦也想燒我分行 算你有點本事那又怎麼樣了 看到了吧 今天天字榜的四大高手在此 你和唐玉珊被送 就這四個人 也配 狂妄至極解決他 就讓這堆苦命鴛鴦 去地獄裡 雙送雙飛吧 就讓他去 你先 你先 去醫院 不行我傷得太重了 下面就 嗯 你先 来保护我 林生 林生林生啊 小姐 这不是我家吗 我没死 组维我告诉你啊 我重生了 小姐 门外有个叫花子 你要不要把他赶走啊 好了 你就是唐玫山吧 我叫叶贤 我是你爺爺派来保护你 这干什么呀你 哎我没碰到 你是谁啊 为什么善闯淘家 快快出去 叶贤 你这一次 我不会再放你走 康小姐 咱俩应该是第一次见面吧 你要是这样的话 我就不客气了哈哈 放开你的脏手 小姐这是干什么呀 你先出去吧 你先出去吧 听见没 小姐让你给我出去 我说让你出去 啊 既然上天让我冲火一时 我要和你一起 让他们付出代价 你你会赴云啊 啊啊不是 我叫叶贤 是你爷爷派来保护你的保镖 上一世怎么就没发现 叶贤他一本正名的样子 好帅呀 不是赴云 这是读情书 我说 好小姐 咱们这是第一次见面 但是你却第二次暗示我 事不太好吧 我没有啊 你别胡说 看起来那么高了 结果却那么重动 唐总你 怎么回事 虽然我不抵制和夜行在一起 可这也太快了吧 唐总 您昨晚是亲奶了 怎么 有事吗 啊 我当然是担心你了 我的好姐妹 担心 你和秦天就算都死了 我也没事的 看 这是三天后的商业晚宴 云单 我都已经整理好了 这份策划 你怎么看啊 啊 姐妹 这场商业 总都可是会投资千亿 这笔钱对我们唐氏至关重要啊 上一世就是拿到这千亿投资之后 周大也就和秦天同价仗转移 保持集团的工资都发不出来 这一世还想无凭不是 什么玩意 工资都发不出来了 那那可不行啊 啊啊 不好意思啊激动啊 唐总 这投资可不行投啊 你谁呀 这儿哪有你说话的份 我是唐总的贴身保镖 一个小小的保镖 竟然敢在这么重要的商业决策上 大放决资 你也嘿 行了 这个要不要投资 我还需要再考虑一下 不是 姐妹 你还有什么可考虑的 只要这笔钱一到账 我们唐氏便可以一飞冲天 周大 周大 搞清楚 唐氏集团姓唐 我姓周 我做什么决定 需要跟你解释吗 行吗 我劝你还是慎重考虑一下 别让某些坐井观天的废物 耽误了正事 我还治不了你 叶贤你该不会有特异功能吧 叶贤你该不会有特异功能吧 特异功能 你想啥呢 那我为什么觉得 你总能看穿我内心的想法 就像我肚子里的回宠 我才刚怀疑周大是不是骗我钱 然后你就发火了 唐总 其实我会识相知数 那你娘们一看就不像猴人 胡说霸道 不过看你刚才表现不错 我同意你做我保镖了 一个月十万 做我的 天生保镖 24小时 天生保护的 那种这还不迷死你啊 我会努力的 我会努力的 你去哪 去换这衣服啊 不能给你丢脸啊 不如使命踏平我国 战争殿首席战神玄机 携至尊黑卡 外界界 战争殿首 起来吧 辛苦了 以后不要这么大张旗鼓来来找我 你要记着隐藏我的身份 是 手下只是不明白 一身为战神殿的之高 只势无双 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怎会在这小小的唐家 做一名保镖呢 我需要给你交代什么吗 手下之错 起来吧 我需要你去帮我做一件事情 帮我调查唐家公司目前所有的经营资料 另外卓仲调查一个叫周在的 哎 哎呀来继续 唐雨生那个贱人最近很奇怪 对我的态度突然就变了 你说他会不会发现了什么 哎呀你就放心吧 唐雨生他爱我爱的要死 会怀疑咱们俩的关系呢啊 哈哈哈哈 哎 哎 啊 啊 干什么 唐雨生这个贱人说一会要来公司 他怎么卡这个时间过来 怪了 公司这两年的财报还没来得及造假 你还讨历了 要是被他发现就那你快去呀 对吧 破坏了咱们三天后的记忆快 快去 哎 雨珊你怎麼來公司了怎麼 我唐家的公司我還不能來了 啊不不不 我只是覺得從你爸媽去世之後 你一直都沒來過公司 我只是覺得有點太突然 爸爸也是你能說的 真的 你真的忘記自己是誰了是吧 別以為高春戰 就以為自己珍惜他 雨珊我們這麼多年的好姐妹 你竟然不相信我 我這些年為集團付出了這麼多 你難道看不見嗎 哦 是 把今年的財報整理好送來我辦公室 是 我倒想看看 咱們周秘書是怎麼會搪失 周秘書今天夜這麼多 今天 你很閒嗎 什麼 上班時間 不在你情勢集團好好工作跑來我公司做什麼 送客 孫上 唐小姐回到公司以後 以雷霆手段裁掉了一批手腳不乾淨的人 查經了周代在公司的小洞子 並送到了看手機 而且他還打算 你之前辦事也這麼乾淨了一批 唐小姐之前完全不管公司的事情 全權交給了周代和秦天二人處 現在 既然上天讓我重活一生 我要和你一起 讓他們付出代價 此次酒會是總督雷天成為了慶祝唐小姐和秦天的婚約 這才組織定 而且這千億投資也是他的賀子 要不要手下直接通知雷天成 撤回這千億投資 竟退回秦天 不用 區區一個雷天成 還翻不起來什麼大法 況且 唐遠山竟然想天子犯這件事情 就讓他自己動手吧 對了 周代被送進看守所之後 秦天沒有什麼動作嗎 回尊少 目前查到的是 秦天替周代找了一個替絲鬼 其他的還不清楚 繼續盯著 有什麼異動 立刻通知我 是 誰啊不知道進來要敲門 夜嫌你怎麼來了 我是你二十四小時貼身保鏢 我不來 誰來保護你 貼身保護 也不需要靠這麼緊張 而且 這裡是公司 你注意一下這個東西 夜嫌穿西裝 竟然這麼帥 我上輩子怎麼就沒發現呢 糟了 是心動的感覺 哎哎 你要幹什麼呀 臉怎麼那麼紅 是不是發燒了 壞了壞壞了 我是不是表現的太明顯了 這臉怎麼又紅又燙 不是我 確實是應該就發燒了 你才發燒了 你全家都發燒了 你難道看不出來我是害羞 我幹嗎鐵竹筋 是不是想親我 這個是總督酒會的邀請函 我 我缺一個男伴 你陪我一塊去 不許 寄進 你說什麼是什麼 只要不扣我工資 也行 你心裡就只有工資是吧 錢少 人我給你撈出來了 以後有好事可別忘了心臉 不如今 等我接手了唐家 錢少 有我呢有我呢 要不是您 我這輩子都要被唐玉山給毀了 老闆放心 我會讓唐玉山那個賤人 付出千倍萬倍的代價 可是 我們埋在唐家的釘子 已經被他連根拔起了 我們現在什麼地牌都沒有了 我們籌劃了這麼久 唐玉山現在想把他們傳給 根本不可能 錢少 這次宴會 唐玉山只有兩件 第一要么嫁給 讓你我還是整個唐世紀 要么身敗名裂 淪為千萬人唾棄的一條母狗 哈哈 這種靠近就會安心的感覺 也就只有夜賢能給我 好吧 你是不是有點太親密了 你這是 我是你朋友啊 夜賢 我是你老闆 我讓你做什麼都做什麼 少許 行行行行行 楊總 今天的酒會 我知道 您一定會缺席 你是怎麼從看手搜里出來的 這就不勞您費心了 手段 不乾淨 你閉嘴 你不過是一個下賤的保鏢 我跟你老闆講話 哪有你插嘴的放 我的人 也是你能說的 玉山 幾日不見 火氣這麼大 別叫的這麼親密 我嫌恶性 玉山 我不明白為什麼 明明一週前 我們還是如此的恩愛 你現在怎麼對我這麼靈活啊 是啊 唐總 說過天 你也是和秦少有婚約的人 現在和一個臭保安眉來眼去 是不是 有失身份 論家事 秦少是秦氏集團的繼承人資產百億 更人品 秦少更是有名的慈善家 唐小姐在訂婚前如此堂而皇之后味 怕是不妥吧 火車鬼 言中了嗎 玉山 不管你做了什麼 我都會原諒你 畢竟 我心裡只有你 玉山 你我二人才是天造地設的一隊啊 I love you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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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輩子就是被你這話也瞧一所謀拼 這虛偽的罪力 你真令人隔氣 那個天天一天 你真令人隔天 敢打我 啊 葉賢 你放肆 你身為一條狗 你主子都沒叫 你倒開手亂咬人了啊 今天能參加這酒會的 無疑不是雲城稱霸一方的世家豪子 唐玉山 你帶這麼一個下等人 又我等 你又把雲城事家放在眼裡嗎 沒錯 你是不是有些 太不尊重我們了 這是我和秦氏的 你們在這裡虛一條事 是何舉行 不 現在可不止是你和秦家的恩怨了 周小姐說的沒錯 今天這場酒會無疑不是身份顯赫人 本來應該自當把酒言歡共度涼宵 可不知什麼時候進來一支下賤的保鏢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 我等人的身份和你下賤的保鏢是一樣的呢 還是說故意把它帶進來 來彰顯你唐家的威風 唐小姐不可否認 你唐家這兩年氣是正盛 吻押再做任意世家 但這也不是極要的資本 我們一人比不過你唐家 兩人也不行 可我們雲城所有世家加在一起 我們唐家也不過是只蟲蟻罷 百族世家徒有其令 一群蟲蟻罷了 三牙兩羽就讓你們當刀子 你叫什麼名字 葉賢是吧 你小子好大的膽 唐玉山 我再給你一個機會 讓這小子立馬給我們所有人退下磕頭認錯 那樣的話 我就當作什麼事都沒發生 不然 你做夢 你威脅 你當我唐家是什麼任人 隨意拿捏的軟獅子嗎 靈牙俐齒 既然唐家 冥玩不靈 那就休怪我們 心狠手辣 沒錯 今天你唐家若是不給我們一個交代 我們就讓你唐家 就此說明 哎 嚴重了 這一切都是因為唐玉山這個保鏢 自作主張吧 玉山 只要你答應與我結婚 大家肯定會看在我的面子上 不會遷怒於你們唐家的 想娶我 想娶我 下輩子 四位 從今日起 我唐玉山和七天 規約取消 唐氏與秦氏集團 仕途水 恩斷 絕 唐玉山 老子能娶你 是你八輩子修來的不會 你比誰都清楚 到底是為了什麼 咱倆的婚事 是總督大人牽手定下的 夜嫌之行 惹怒了眾人 現在你又當著眾人的面 取消了總督大人制定於咱們的婚約 你們唐家現在真有死路一條 唐總 我勸您 還是要慎重考慮一下 好一招胡家胡呀 講盡他人之事逼我嫁給他 玉山 有我們 誰也不能逼迫你嫁給他 你們這些雲城世家 在我眼裡不過區區樓椅 富手可滅 我不是針對誰 我是說在座的各位都是拉 我今天就站著看看你們誰敢對唐家動手 你好大的口氣 我實話實說而已 唐小姐 這就是你們唐家的態度嗎 雲城任何人都沒有資格逼迫我唐家做些什麼 秦少 今天這事你說該怎麼做 他唐家明晚不如大話連篇 他不僅是不把我們雲城這些豪門放在眼裡 更是不把總督大人放在眼裡 如果總督大人知道 定會重用 我說呀 不如我們聯手 今日就請唐女生和這個廢物一直拿下 這樣也對得起眾人也對得起總督大人 總督大人 你們在幹什麼 唐雨傘 這下 你逼死我 怎麼 螞蟻長再大還想把人吃了 你就嘴硬吧 總督大人 可是雲城背後尊重的賬權者 殺法果斷 說一不二 除了 戰尊殿那位神秘的大人 雷總 就是咱們雲省的天 就算你唐家不可以再贅使 在總督大人面前 也不過反手可服 總督大人 他唐雨傘 先是帶人挑釁 百足世家 又當著眾人的面 退下 當您定下的婚約 這 這根 是把您放在眼裡呀 雨傘之女 真有此事 總督大人 我們所有人都親眼所見 唐金德堂下 那只是要翻天妹呀 雨傘之女 當初你要死要活 想嫁給青天 老夫硬 投資千億 辦警惠 為你們清禾 現在想退婚嗎 總督大人 我認 是他唐家自己覺得 已經有足夠的能力 想取經而代之 要不然 唐雨傘 為什麼早不退婚晚不退婚 偏偏選在這個時候 而且 還不惜得罪百足世家 他一定是想給你一個下個位 周大人 少在這 無數地罵鬧 總督大人 我覺得周小姐 言之有理呀 唐雨傘 我真是對你太失望 當初你夫妻死的時候本都對你開始破家照 本以為你會感激 你醒了 竟如此的忘了不已 什麼 你真以為你唐家 你和本都想亢亢嗎 總督大人 我父親在世是一直與你嗎 我唐雨傘是什麼樣的人 你應該非常清楚 今日 就僅憑這個賤人的兩部分 你就要輕易否認掉我多年的你 事實就在眼前 是你們唐家做事不中無人不可一致 心事狂妄 我要再陪你的叫去 就請到本都衝上去了 來 唐雨傘給我轟出去 轟出去以後 就祝世家百族 大為貧民 這千億投資 又送給秦少 就當時退婚的補償了 謝總督大人 老頭 你還真是歷令至婚黑白不分啊 這千億給秦家當補償 你老頭了吧 你小子說什麼呢 你怎麼不問問雨傘 為什麼要跟這個廢物 退婚呢 一千億給你 總督大人 這不是我做的 我沒做過 這照片是批的 哦 怎麼調不走 搞錯了搞錯哎 這怎麼關呢這是 一下別鬧 好的老闆 親切 你應然做了你啥啥之心 我也不能預先跟你退婚 隱形 親家親里門庫教訓你這個脫傷 走走大人走到哪兒我知道錯了 我以後再也不敢聊走走大人 哎 快點讓你進 好 因為這些小鬼一個個 將溫度的臉當臉才 放過你 你們臉親成的臉 撞人包 這小子 準備的還挺沖澄啊 準備的不沖澄 怎麼當你的保鏢呢 來人家 把親家還在這雙腿打斷 扔出去 快要我的天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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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天堂老爺啊 你可要為我們做主啊 他們 唐氏集團想買想買 他們不用一把我小小火火把我捏給砸 死了 你小胡說八道 唐氏集團絕對不可能做出這種事情來 哎哎哎哎你看你看你看他還想報復我呀 你大膽說 我在他們不敢把你怎麼樣 他們趁著半夜強拆我家呀 老婆 哎呀我那個剛滿月的女兒 同在裡面啊 就那麼慘死在裡面了 唐月燊 你好大的擔詞 你們他們家是公司 誰誰成功 再一次 可以啊 事情更多了 再晚點 咱倆都得交代在這 總督大人 我唐家經營多年 絕對不可能做出如此下流之事 一定是有人污衊栽贓 陷害我唐家 你的意思是我和你了 哎我爸現在就在罐材裡邊呢 那我打開給你看看 哎當然要開啊 你不開我來幫你開 哎哎不能動我別關在 哎 不對啊哎哎就是他 嗯就是他 拿死到我爹 行 那我就親自打開這棺材問問你爹 這不給我弄死 住手 誰允許你這麼無敵 蠢窩 這裡面根本就沒有人 總督大人 唐家罪孽滔天罪不可恕啊 這海倫棒你秦殿在這裡不說八道 偷秦的事情咱們還沒算亡呢 我跟秦少 充其量不過是私得有虧 我們從來沒有傷害過任何平民百姓 而你唐玉山呢 毀人房屋斷人財路 草奸人命最大惡劫 對呀 總督大人 您職場雲城正都 那是人人稱讚肉不食一 也不庇護呀 可如今 這雲城出了一個魚肉百姓 村家孫天玉 我犧牲董家董浩南 陳秦總督大人 總督大人 好一個屋中生有道德綁架 若無師傅早有準備 恐怕都會被你們給攥計進去 進來吧 戰爭店首席戰將神經 攤見分證 攤見分證 夜嫌 你是怎麼說服唐玉山 請一個友人來配合你們演藝 唐總 用這麼低級的手段 還真是有失身份啊 戰尊大人 那是一人之下 萬萬人之上的存在 連國主大人都要客氣 三尊 你們一介紹 找一群群演 就想冒充戰尊大人 你太痴情妄想吧 天卻羅以 其實真囉 你若真是戰尊 念的戰尊大人 怎會偽身於一個小小的唐家 弄他唐玉山的嗎 唐玉山 你還真是 你給自己照鏈 一群廢物 尊上做事 何些跟你們的事 我看 是不敢見是吧 戰尊大人真是 一箭擊退三千 那是我們大下 是我們大下人民靜養的存在 而你們 冒充戰尊大人 那就是站在了我大下子民的最裡面 胡大人 如果今日不殺這小子 戰尊大人之內 他將血染千里 就算是活出來了 都要眼頭配合 到時候我們雲城將萬劫不復啊 總督大人 你還在等什麼 再也不殺他 等戰尊天知道了這樣的事情 我們就真的完了 唐玉山 你和你的寶貝 換下民情大罪 必死無疑 就是神來了 也保護住你們 今天之下 希望傳告你的貨 我也是迫不得已而為止 搬不住沙利 他們家 禁日著名 好一個雲城 你以為白暴明勢力 真是在 狗眼無珠 還頒不住沙利 該殺死你們 玄機何在 手下在 血到丁頭了 還敢走音 我殺死你 我殺死你 張大你們的狗眼給我看清楚 戰尊令在此 賤禮下歸 這真是戰尊令 夜行竟然是戰尊 什麼位子我到底在幹什麼呀 怎麼什麼都不知道 誰知道你老在挖著小子是 絕對不可能 這小子我叫他 他就是個鄉下種地的 怎麼可能有戰尊令 他這戰尊令 一定是假冒的 懶得跟你說 今天我就親自打開這關 看看這關材裡面到底有沒有冤情 夜行 若是沒有 今日你秦家 必定滅族 你敢 別以為你還會秦家 就可以自以萬為 此處 開關夜時那是冒親家之大 你 也是空的 雷天成 你眼盲心瞎 不分青紅皂白就要動手 若非本尊親自開關夜時你這老東西才肯認清現實嗎 跪下 請尊上大人受罪 尊上大人受罪 尊上 雷某 愚笨 愚笨 蠻蠻蠻 驚訝 驚訝 蠻眼 還請尊上 只操明露 究竟是何人陷害所為 雷某 好 江宮贖罪 是誰一而再再而三的煽風點火 真對 又是誰 幫我開關 搬弄是非 清天 終代 沒有想到你們也會有經典 前世給予我的痛苦 我今日就要千倍萬倍的還給你 雷天成 該怎麼做 你應該知道 請尊上放棄 請救兩家 抄家滅族 私有餘故 我定將此二人千刀萬剐 堅成不淡 哈哈 祖祖大人 葉大哥 我我錯了 我錯了我我再也不敢了 我求你放過我 女神 看在我們這麼多年好見嗎 是非 你放過我們吧 天作念有可謂 自作念不可 這是你們自找的 老闆 接下來的場面有點學習啊 不適合你這個美女看 我們走吧 來人呢 來人呢 此二人千刀了我 十手掛在城門口 一鏡少有 哎哎哎 走走大人我去 我走了 走走大人你不能找我 我表哥 他也是加小店的人 你就能跟我表哥一個面子 他一定會感謝你的我求求你了 你表哥是誰 我不知道 南戰尊殿內有誰打得過尊嚇 我憑你們自己的面子 弄手 我給我住手 都給我住手 暗孫殿七十二堂 周天賜在此 誰敢動我妹妹 表哥 我哥要不要給我救救 表哥 你怎麼受的是我呀 這是金家大少 你是我男人啊 誤會 雷天扯你好蛋啊 我周天賜剛剛晉升金二 連授權儀式都沒來的地方 就得到消息 說這小小的雲城 有人要殺我妹妹 也說是你妹妹 就是你這個堂主 我也不放在眼裡 殺你妹妹 是因為這個女人信口四黃 不弄是非 惹怒了戰尊大人 尊上下令 欠下誰敢不走 難不成你覺得 你一個小小的堂主 能被抗尊上的命 我說你這個組啊 今天算是做到頭兒 三言兩語就把你孤佑的團團圈 你真是個成祸 你什麼意思 如今北疆戰士貧乏 御外來敵多次探視我邊境底線 為防再起兵戈 戰尊殿三大戰將 主緣前往邊境後衛 你告訴我 至此危機時刻 戰尊大人難道會去邊境一步 來這小小的雲城 來這個狗屁酒會 還只是 是假的 怕了不知者的罪 拿出你們的誠意來 跟我妹妹道歉 我就不回 否則在場所有人 殺 吳 下 堂鼓大人 我李家願意拿出一百億 請堂鼓大人原諒 我雷某願意拿出一切一 而請堂主恕罪算你們實相 表哥 剛剛那個賤人和那個砸碎那麼欺負我 你可要為我報仇啊 表哥 你可要幫我們呀 放心吧 既然我都來了 定要那個假冒戰尊的砸嘴 碎尸萬斷 殺之後壞 神經 這次讓你不做 大把醜以後 這心情簡直好無法形容 我这个身材 这张面 现在最后都无法形容 叶显一直就被你逼死 汤允山简直就是个白痴 叶显这么厉害 你上辈子 竟然只相信晴天的规划 这次 绝对绝对不能放过叶显 就把他狠狠的握在手里 打我 不要让他跑掉 超流氓 你要迷死谁 哎你干嘛放开 哎 你放开 摔倒了怎么办 我可是你24小时贴身保镖啊老板 我我有个问你 问你 能不能先把我腿放下 你究竟是 你究竟是 我就是唐雨伤还能是谁 你当然是唐雨伤 但你是哪一个唐雨伤 他怎么会突然问这个问题啊 难道我重生的事情被发现了 你爷让我来之前特意告诉我 说他孙女刁蛮任性 大小姐脾气 如果没有人保护他 迟早会为这个社会的人吃干母亲 但你的所谷 和你爷爷所说的毫无关系 别问了别问了 我重生了这种事情 说了谁信啊 还不得被当出神经病 怎么了唐小姐 说说吧 给我解释清晨 嗯 谢谢 我喜欢你 是我的妈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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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不先接电话吧 万一是着急的事 我不管你是谁 最好有事 叶贤小植啊 是我呀 玉山爷爷 我孙女的电话 怎么讨不通啊 唐老爷 那个你孙女现在正在 十七早 嗯 好好好 那是吧 过两天 唐家要小聚一下 到时候你可带着玉山 一起过来呀啊啊啊啊 坏了 爷爷八十大寿 我怎么把这件事情给忘了 爷爷 您一定要亲自打开啊 爷爷 你一定要阻止 爷爷 打开那个礼物 礼物 什么礼物 这镊子自打重生归来 次次言住 莫非这次的宴会 还有什么阴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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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的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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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特意安排了这份福桑皇室的国宝 老男女有别这一套 算了 兵来将长 嘴来吐烟 走吧 叶贤干嘛去了 死吧 嗯 都干嘛去了 你这才当我男朋友几天啊 就敢飘了 不是 清了清了清了 哎呀 我这不是去给老爷子准备礼物了吗 走进去 表妹 这位是 我男朋友叶贤 原来你与秦少撕毁婚约大闹酒会 为的就是这么个小妹子 好好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你知不知道 你撕毁婚约 给唐家造成多少损失 我劝你啊 还是收起大小姐脾气 去给秦少上门道歉 老妹 咱们同为女人 我不客气的说 放着秦少那种人间真龙女的选 偏偏选这么一条来历不明的野狗 你还是真喜欢自相身份 与这种废物私混在一起 谢谢 好嘞 你们一个个在唐家获取 什么资格质疑我这个继承人的选 下车 唐玉山你还没有成为家主 如此放肆 不无长辈无法无天了 不无长辈无法无天 叶贤乃是战尊涅定 你们不过一下行李就算了 还在这里恶与相加 挨几场巴掌刺激 战尊大人他信了 他真的信了 你们什么意思 唐玉山 你可真够出 他大闹所不久会假冒战尊 现在已经闹得沸沸扬扬 人尽皆知了 也就你还蒙在鼓里 愣是把这个废物当成个宝 到时候这件事 如果真的传到战尊殿 真正大人物的耳朵里 你还能够了几天 我劝你啊 还是放弃继承的 唐家百年基业 如果毁在你这个鱼里的鱼里 那你就得不偿尸了 假 战尊 你信谁啊 我当然信你 真的假不了 假的真不了 但是都不影响我逗 赶紧给我滚 前几日 战尊殿的一位唐主大人 刚刚从前线回到云城 他说的可是清清楚楚 如今北疆战事迟起 战尊大人早就带着三大战将 镇守北疆 你怎么不去 北疆战竟的那些漂亮小丑 还不值得我心 顺便告诉你 去的不是三大战 还是两句 说你两句 你还喘啥了 你真以为我 是大战子 不过就是骗唐宇山上河 当他难逢走 然后横进 高知悲似 不变凤广 你这些花言巧语片被唐宇山 你这些花言巧语片 与其等着战尊殿找上唐家 不如我们先废了人 把你送 说不定战尊殿的大人 还会对我们唐家挖目相看 我们唐家还能一飞冲千 就算夜行真的冒冷 也是为了救我 不行 就算拼了这条命也要保住他 家主力在此 谁敢动手 家主令在此 谁敢动手 老爷子竟然把家主令给了你 我本身就是家主 家主令在我手里 有何问题吗 继承一事还未居心 就算你有家主令 也算不得家主 话虽如此 我希望你 如今的唐家集团产业 都是我唐宇山一人在上下的 而你 不过是占了一点 乌云莫朵 现如今家主力在我手 我想要收回你们的特权 轻而易举 如果还想过上衣食无忧的生物 就好好动动你们的狗脑子 想想怎么说 更何况 我和叶贤在一起 并非从他的什么身份 倘若真发生什么灭顶之灾 我也会和他一定执念困局 一起扶死 你竖起耳朵 给我听清楚 我唐家传承百年 靠的就是人人平等 这个唐家 还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 可别一口一个唐家的 你们代表不了 倘若唐家到时真发生些事 一个个跑的谁都快 你现在还没继承家主之类 就这么独断转好 倘若有一天你真的继承 那这唐家还能有我们的入圈之所吗 明明是为了一己私欲 还说的如此贪然话 你们脸皮挺厚啊 我提 废除唐羽山继承人的身份 把他的股份转交给我们 然后把这两个废物租出唐家 谁赞成谁反对 我同意 我也同意 你们是想造反啊 造反可算不上 还不是因为你唐羽山不守规矩 搞得唐家上下天怒人怨 这些就是对你的惩罚 犯错要认 非得真 你是自己乖乖的把家属丁交出来 还是我们去做错呀 真是没意思 你们怎么欺我如我我都无 毕竟你们这羽山亲自欺负你们 有失身份 但是现在 犯下了一天大罪 要是再不给我滚开 就凶怪我们翻脸不清 四位 可就难逃一死吧 嘿 我们犯了什么罪 你不要胡说八道 我们就算有罪 谁也轮不到你 这 卓三倒四 其罪有三 一 翻弄死给老婆离间山峰延火 二 造谣生死有眼无珠 三 最重要的 欺负我们 最当初 是 是 你是要在我唐家闹事吗 今天可是爷爷的寿宴 带个飞回来闹事 你记得什么心啊 你们少血口本人 是你们挑衅夜仙在先 若不是我拉着他 你们早就成为死 来人给我上 把这个废物给我拿下 怎么 还想再试试 别嚣张 今天谁能把他给我废了 把他的腿给我打断扔出去 我给他一百万 不愁 你们在做什么 爷爷 您可算来了 您要是再不来 您的宝贝孙女啊 可就把唐家给拆了 爷爷 那唐玉山不仅撕毁了 和秦家的婚约 还带着这个废物过来闹事啊 就是 这傻子 还敢冒充占尊大人 要是生命怪罪下来 不然咱们承受不起 唐玉山 爷爷从小把你带走 就这么大闹爷爷的寿宴 推上闹天 哼 我唐云天 还没有老眼昏花 你们心里在想什么 臣以为我不明白吗 哼 叶贤小侄好久不见了 照顾我孙女多让你费心了啊 来的不用这么客气 毕竟咱们也算是一家人 一家人 你和玉山 爷爷 我和叶贤在一起了 哦 哈哈 好好好 哎 爷爷 唐玉山跟这个废物在一起 您怎么这么高兴 要不明天我带您去医院 看看您是不是老糊涂了呀 你会啥 就是我安排的叶贤去照顾玉山的 我的本意就是让他们两人在一起 顺理成长的结婚成嫁 提兵白吧你 至于假冒战尊一事 用不着你们来费心 我自有安排 老爷子 你办的这个事 有点不人道啊 哦 哈哈哈哈 江湾公钓鱼 愿者上钩 小勇啊 我可没有逼过你啊 都是你自愿的哟 啊 哈哈哈哈 不行 我反对 爷爷 我不能眼睁睁看着唐家往火坑里跳啊 看命 好猴子我还没死呢 啊 什么时候轮到这你 你来这儿来质疑我的决定 要不这个家主的位置 你来坐 你们几个过来给叶贤道歉 则的话 原地逐出家门没收所有的资产 永世不得回归 叶贤 对不起 原谅我对不起 对不起 行了 我就不跟你们这些小屁孩一般记住 但是 记住了 我会时刻盯着你们 走吧老爷子 我上上去啊 好好好 走走走 嘿 别想想这儿啊 这个事就彻底翻天了啊 你可不能记恨我们唐家啊 山山以后啊 还有多仰仗你哦 啊 哈哈哈 走走走 哈哈哈 走走走 真没想到这个老东西怎么偏爱唐玉山这个飞鱼 他无情 就休怪我们无意的 反正现在唐家上下 都对唐玉山做家人不满意 不如我们一不做二不休 表哥 你放心 我已经在礼物上下好毒了 就只能为老东西打开 必死无疑 好 今日我都夺权奏 让天下 这唐家 不是他一个人的唐家 是在 可可又亲自 你上路 可可 你跟我来 哈哈哈 厨位 厨位 非常感谢大家 今天来参加老头子我八十的寿宴啊 老头子给大家有礼了 谢谢 谢谢啊 克里道 刚才是我们冲动 我们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而且还给你背上了丰厚的鹤里 你还是原谅我 知错能改 善莫大焰 相信 叶小勇也不会计调的 对吧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唐鸣赫里 纯金附星雕像一座 上水三层别墅一栋 宾立一台 祝老爷子长命百岁 不如东海 嗯 好 唐鸣赫里 纯金寿星一座 千年灵芝已和 东海珍珠一虎 杜爷爷 百度不亲 健康长寿 哈哈哈哈 好好好 唐鸣赫里 纯金附星雕像一座 鸡鸣帝王绿番指一枚 圆青花瓷亭一枝 祝爷爷开开心心 幸福美满 好好好 偷起来 偷起来吧 哈哈哈哈 这些礼物 也没什么奇怪的 难不成是羽山小多了 也行 我们的礼物送完了 你的呢 拿出来 让我们开开眼吧 你小子 该不会没准来吧 羽山从小就在爷爷身边着 身份清净 他就算拿不出贺礼物 也情有可能 但是 你一个外来的女婿 第一次参加我旁边的寿宴 如果拿不出点 可别怪我们 哪里有钱啊 我准备的礼物 是世间致命 和你们的这些俗物 一千倍万倍 不过就是一颗破塑料珠子 也值得你如此吹嘘 也是 你也不过就是一个没见过一个世面 下等人而已 唐明 信不信我把你这张臭 弄上啊 羽山 他夜嫌准备不出隆重的礼物 也就算了 大不了承认自己没钱吧 可他竟然拿出这么一颗破珠子 还说什么 那是人间至宝 这也就太离谱了吧 我们躺着 不欢迎说大话 真是 是 听好了 这叫天同夜明珠 哦 这 这个就是福桑公国主皇冠之上 世间仅有一颗的天同夜明珠 没错 你 爹 您也知道我是做珠宝 我来替你看一下 哈哈哈哈 爷爷 您可别信他的鬼话 什么狗屁天同夜明珠 不过就是一个破塑料珠子 加了点夜光粉罢了 我名下的工厂就是做这种垃圾玩意儿的 一天能做个好几万件 哎呦 你 不好意思 你别生气 我赔他就是了 赔不起 一颗破珠子 我居然还赔不起 一百块够不够 我说了你赔不起 你打碎的不只是一颗夜明珠 而是大夏战尊殿的脸面 你他妈装上瘾了 你的身份早就人尽皆知了 还好意思提什么战尊殿 废物 爷爷早就看上了你的真面子 你今天居然敢打我 你死定了 叶前小臣 你小小气 混账东西 混账 混账 老头子我一定要亲自动手 承知你这个小畜生 爷爷你这是干什么 表哥也是为了您好啊 爷爷您别生气啊 爷爷明明是他无视您的寿宴 他打了我 您为什么要踹我啊 爷爷我还没有老糊涂 你一而再再而三的挑事 还招惹叶贤 相信不相信 爷爷我废了你 今天可是您的八十大寿 这么重要的日子 他今天敢拿一颗破珠子忽悠你 明天他就敢去忽悠唐玉山 然后把整个床家送给他呀 那我也愿意 且不论这个叶明珠是否真假 叶贤哪怕送我一个狗一瓦草 我也喜欢 理清情义重 我喜欢的是叶贤这个人 我承认叶贤这个孙女婿 今天谁要是再给我说三道次 我这八十的寿宴也别办了 咱们就就地执行家法 你过来叶贤道歉 叶贤 对不起 你那颗叶明珠多少钱啊 我赔 我说了 赔不起 我唐明好歹身家上益 你这一颗破叶明珠我会赔不起 说不说吧 态度给我放尊正 愚公道歉 对不起 我报个价吧 就你的那些钱 我嫌脏 孩子 这叶明珠本来就是给你当兽礼 既然是你们唐家人打碎 那就揉你亲自来 还不赶快谢谢叶贤小友 谢谢叶贤 哎呀爷爷您别生气啊 别气坏了身体 哼 刚才我们准备的这些寿礼呀 不过就是小打小闹 接下来给您的呀 才是真正的奇珍异宝 您看了一定会很开心的 爷爷您看 这些都是什么呀 都是你准备的 不不不 这些难得一见的奇珍异宝 回忆人可搜罗不来 也买不起 这些呀 是我们唐家上下几百子弟 共同齐心协力 花了半年时间才搜罗齐的 说起来呀 也算是我们唐家上下 为您共同准备的一份贺礼 好好好 大家都有心了 赶快打开来让我看看 爷爷 这礼物啊 一定要您亲自打开来看 你个小妮子说的爷爷心痒痒的 这不就是上辈子害死爷爷的礼物 可是到底哪一个才有毒呢 那我就亲自来看看 到底是什么好物价啊 爷爷 不能来 爷爷 不能来 雨晨 你这是何意啊啊 这些礼物有剧毒 你若是开了恐怕会中毒而亡啊 他怎么会知道 你都洩漏了我的计划 唐雨晨 闹够了没有 这是我们唐家上下飞金心血准备的礼物 你这可是太有毒了 你是想说我们所有人还爷爷死是吗 王雨晨 少于你小人之心 你可知道我们准备这些礼物耗了多少时间和金钱 你送不出礼物也就算了 凭什么平白污蔑我们 哎呀好了雨晨切莫再胡闹啊 咱们唐家上下和谐百年 我自学啊做家主的这些年也为咱们唐家鞠躬尽瘁 你说他们害我做什么呀 咱们都是一家人 唐雨晨 你说我们要害你 那我就亲自打着给你看看里面到底有什么 其一镇国之宝和石碧 哦 自秦灭以后这和石碧就不知所踪了 没想到我的有生之年还有一堵真容 好好啊 爷爷只要是你想要的哪怕是绝地三尺或木 找看 你像某些人只会涂嘴皮子上筷子 这其二啊 大下第一 红山御龙 唐雨晨 我已经打开两箭里了 我怎么还没有中毒身亡啊 造起瑶来杀戎势 我看你就是想找乱爷爷的心情 眼狼 哎呀 唐跳雨晨也真是为了担心我嘛 哎 哦 好了 孙女不用这么紧张 咱们都是一家人 没人会害我的啊 哈哈哈 哎 这第三件老夫可要亲自打开 好好看看这个好物件 哈哈哈 爷爷 哈哈哈 爷爷 你不要 你们真情出手 我不知道你们要害死爷爷爷 爷爷爷你放开我冷静 冷静 那是天山雪莲 天山雪莲 可刚才那股白气 他们哎呀 天山雪莲才自极北苦寒子 突然之间打开箱子 内外温畅大 所以才出的白雾 原来如此 唐雨晨 爷爷亲自把他的箱子 没有任何事情 你是不是该为刚才的冲动 跟我们道歉呢 哎呀唐秋 都是一家人 没这个必要啊 爷爷 那外面也太偏心了些 没错 老东西也太偏心了 他唐雨晨不过是个女人 迟早要讲 怎么能继承家属之位 你会为你的决定付出代价 嘿嘿嘿 茶秋啊 这最后一份礼物是什么呀 能不能告诉爷爷 爷爷 爷爷 我们特地这样准备啊 就是为了让您享受一下亲自拆礼物的惊喜 您一定要亲自打开啊 嘿呀 这不懂你们年纪人的心思 好我就打开 开吧 打开吧 老东西 我叫你死 哈哈哈我来开 好吧 我是你的天生保佑 你如果真的出什么事情 那我该怎么交代 不行 这是我唐家的事情 我不可能让你去冒险的 也行 甚至是我对你爱的刁内 你对我不离不弃 我已经很对不起你了 这名是 怎么可能看你眼睁睁为我丧命 我今天一定要死一个人 我宁愿是我 啊没关系的 我会一直在你身边 我我怎么都不了了 莫名其妙自己说了一大堆话 还哭上 你就算是想开 没有资格 别想要啊 你也看到了 这前面几个箱子都没有什么 听了 别在这 我们唐家这么多人精心 可给了这么长时间的惊喜 对 王可然一而再三而三的捣乱 非要今天惹也不开心 是吗 嫉妒我们的良苦用心罢了 老爷子 你年纪大了分不及时 你对不起 爷爷 你看 都是你惯着他 现在这小子都鼻子上脸了 接下来 看仔细 你会知道什么叫居心叵措 说 叶贤 好好谋伤 我真是狗狗的 你为什么很方便 非要找人去找死 你为什么这么傻呀 他们是针对我和爷爷的 要死也是我死才对 我 唐总 你的精神力还真强啊 都能冲破我的封印 大傻瓜 你就是个大傻瓜 让我去死不就好了 你瞅什么呢 你先 这辈子我不想再失去你了 放心吧 我说了一定不会离开你 你骗我 走 我带你去找医生 我找最好的医生帮你治疗 我不想你死 我暂时不会死 他老爷子 善恶中间是非有报 真会太笨了 你们几个畜生 竟然将真的害死我 这些人 为了寂寞这件事情 可谓是任心良苦 这九转式魂珠 以七十二种毒物 三十六种毒 便至七七四十九天 更有百条人命陷阱 有钻英和毒辣 有为天道 你小子 知道有倒是不少吧 甚至可惜了 如此珍贵之毒 居然没能如此 唐云天这个老东西 浩费在你身上 让你非要在唐云山面前逞强 活该丢了这条贱命 这九转式魂珠 来占尊殿禁忌之术 你们是怎么得到的 你与其关心我们怎么得到 世魂珠 还是毒 我信我信你 记得此毒解 种之必死 你们有点太自信了 你既然知道这毒的来历 我想你肯定知道这毒株的厉害 我告诉你 天之下没有人能治得了这种毒 别说赵医生 八罗金仙都救不了你 三分钟之内 你必将温身毒虫 四要半疼苦而死 他说的是真的 理论上是这样 但是吧 好好 我赶紧别人了 等等等会等会等会 别激动你别激动 啊 我倒要看看 他还能玩出什么款 刚才可倒我 你要去死 他一个臂死的废物 你跟他弃脚什么 一会有的是此间便是 反了 你们这帮户上真是反了 没想到 在我头一天八十寿宴上 你们竟然图谋不逆 你们 居然害了叶小勇 你们有胆的就告诉我 谁给了你们种些包子胆 让你们如此做的 你少在这抢紫朵里 又不是你 非得把家主这位交给唐玉山这个贱女人 我们有没有考虑过我们 玉山的能力有目共睹 在他的带领下 我们唐家 领悟清云如日冬天 现在 一月儿登顶了云城的侯门集团 家族之位给了玉山 天丁祭义 你这么想 但是我不这么想 我就说唐家上上下下 九成九的人都不这么想 家主之位万不能落出一眼女流之手 你唐云天年迈魂魁独断专行 今日我们就要结戈二期 我会家主之位 看见了吧 这场军没有主谋 或者说每一个人都是主谋 而你 你得罪了所有人 是所有 某东西 你现在最好卫贵 危险 交出你的家主位 唐云天 闯荡江湖一生一世 什么样的场面没有掉 你以为你们几个小辈 就可以威胁到我 还有你们现场所有的各位 一个也不会放过 从你们身后算账 和严惩不耐 爷爷 您要怎么跟我们算账 是靠您身边这个必死不疑的废物 还是您这个 手无不及之力的亲孙女啊 现在没有资格跟我谈条件 所有人都站在我们这边 今日为了顺从众人议员 我唐家二房唐明 请老家主退位 唐家三房唐后 请老家主退位 唐家四房唐秋 请老家主退位 唐家元自卫 请老家主退位 家亲自卖 请老家主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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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这些人 如今做出如此大逆不道的事情 你们了解还在吗 成大事者不拘小节 唐雨昕 如今的一切的一切 都是因为你 如果不是因为你刁蛮任性 去跟我们竞争什么家主职位 你也不会落得如今这个穷途陌路 如果不是因为老爷子 也不会站在所有人的队里面 如果不是因为你 你的小男朋友也不会死 那我真的错了 是我害了所有人 这些 都是这帮人给自己找的理由罢了 你没有错 老爷子也没有错 如果你们还是没有错 那就不要怪我 心狠手黑又无力 家主只为了我 叶贤在 你动一个誓 叶贤 叶贤 如今你还在城市 我知道你很能打 那又怎么样 能改变得了 如今这个局面吗 如果你能帮我 杀了唐雨山和唐云天 你今天 还能把解药给你 如今这个世上可就只有一瓶 解药 留着自己喝吧 不 只要你们把解药给我 这家助理 我给你就是 哈哈 唐明 你什么意思 哎呦 不好意思 拿错了 这里还有一瓶 不如你跪下来 把他舔了吧 白沙在念 与之俱黑 有羽山和老爷子这样的贤明之人灵 你们唐家还能生出这样的祸 你们又怎么可能会觉得 他唐明就能带入唐家 唐明 你现在马上就要毒发身亡了 还有五秒钟的时间 等死的感觉怎么样啊 五 四 三 二 一 然后 你怎么没死 难道没有人告诉你 九转是魂珠 独杀万物 但唯有一人可解 这是四方千心诀 这是大人的成名秘书 你 你到底是谁 你怎么会四方千心诀 事到如今还不明白吗 我就是你们口中所说的战尊 只是你们没脑 三言两语就被人忽悠当枪使 不不不 这不可能 您认识大人说过 战尊大人正在御守边境 不可能出现在云城 一定是偷学了战尊大人的秘书 我现在就派人把你抓起来 痴迷不悟 我看痴迷不悟的是你们 让开 让开 事到如今 还敢假借战争 无假 无作非语 一条汉帝就很 别敢妄称自己是九天真龙 王主大人 您的意思是 他是假的 可是他会四方千心诀啊 若是没点本事 怎么敢假冒战尊大人无作非语 我的身份容不得你质疑 你住嘴我表哥可是七十二堂主之一 他早就无数次的见过战尊大人 你的身份 易促的是破 没错 今天我就要将你缉拿归岸 送到战尊殿也算是大 叶贤 我劝你乖乖就算 免得是我其日 我说你们一个个为什么敢造我 原来是有人撑腰啊 我们明明是帮助唐家扫除内患 团结一致 别说这么难听啊 你刚才说你见过战尊 没错 我在战尊殿身份高位身居要人 战尊大人自然免不了让让我为他做事 当然见过 王主 你大胡小叫什么 战尊殿内 戒备森严 就连我的手下三大战将想要见我也要申请 除非我有钥匙传唤 否则你一个唐主 怎么可能见得到我 你们不说话了 真不知道你这种主 怎么坐上唐主之位的 提拔你的人 真是瞎了眼 你胡说八道你 我为战尊殿留过信 向前线拼活命 好歹也算是战功 你哪轮着你这个狂八蛋在这胡言乱语 威莫战功也敢炫耀你 威莫战功 你打过仗吗你 周腾 那可是凭一己之力剿灭一山之匪夺 追击残兵三百里 这些战功 谁能做到 打点敌客 追点逃兵 就敢沾沾自喜啊 真是凶大吃 死到临头 还敢炫耀你说大话的狐狸 叶显 真是紫钉啊 我问你 唐家的九转式魂珠是不是你给 没错 他们两个因为包庇 按规矩 我灭了唐家的狐狸 但是 看在唐明的份上 我只让除掉唐云天一群 已经是时辰了 安心把唐家交给我 起码能对得起烈 不则唐家在周唐主的怒火之下 可要燃烧殆尽了 唐老爷子 把家主之位交给唐明 我就不跟你们寄计了 才能放下我们一条生命 说唐主 你全是朝天身份尊贵 按说 云城之人应该对你鼎礼膜拜 你明白就好 可叶小友三番五次 救老胡于危难之中 就是老胡的救命恩人 不卖恩人一世 求我不来 而且我相信夜宗 他说他是战尊 在我的心目中他 就是战尊 我也相信夜宗 那你们的意思是 你唐家要和我战尊殿做对啊 你代表不了战尊殿 就算为了夜嫌 你全天下人为你 我也绝对死 不不不 周唐主 和您做对的是唐玉山和唐云天 可不是我们唐家 哎你我明白等我拿下这两个人 家族之位就是你的 搞住 假冒战尊 如我妹 罪当凌迟 今天 我就拿你先开头 你也自作用手 你也自作用手 是你 表哥又来了个冒牌货 哎你怎么说话 表哥你这是干什么呀 玄机大人您怎么来了正好 我是抓到一个假冒战尊大人之徒 把他给抓 周天赐 你假借职位职便以权谋死 企图吞并唐家残害我孤百姓 知法犯法你可认罪 玄机大人 我没错呀 我做的这一些 都是为了抓住这个福祖非为的废物啊 废 没错呀 就是这个之前大道总部宴会酒席 惹得云城百如豪门鸡飞狗跳 我没有干嘛也说了 他就是玄机大人废话 我当然知道他是玄机 上次在宴会 哎呀你给我闭嘴你 怎么这么多事 不是 搞坏黄雨晨 也是因为他包庇叶贤 你当犯一个同党之罪 该当丑牌呀他 死到临头了你还敢 我抓到这个假包战尊的废物 战尊大人一定会非常高兴 这是大功一见 而且就算我有罪 玄机大人 也应该由战尊大人亲自审判了 您这么阅祖带跑 你给我定罪不合胜 手下玄机勘戒自射 勘戒自射 玄机大人 您您怎么给他跪下了 虎天之下 只有一人能让我跪 你猜是谁 真是战尊大人 玄格上次在酒会 就是这个玄机和夜线一起出现的 什么 你你早点跟我说 我没想说 你也不给机会啊 完了 这下真的完了 好了爷子 我借用你的寿宴 来清理一下战尊店的垃圾 您不介意 嗯叶小勇 面子 战尊大人绕命吧 我都是为他们蒙蔽的 所以才干出来这种事 战尊大人您就念在我为战尊店流过血的份上 您就饶我英雄吧 老哥 是你说的战尊大人是假的呀 以后闭嘴 战尊大人 我知道 就是他们两个在酒会上对您出演不去 我再就宰了他们两个 干你站起来了吗 是你说我假冒战尊 不敢 是你要将我凌迟几天 战尊大人 周代差点害了我老板 你要替他处跑 战尊大人绕命啊 我就是我就是有十个男子 我也不敢冒犯战尊大人您 今日 我以战尊之名 剥夺你唐主之位 另外打入无奸大狱 刑期四百年 多谢战尊大人 不少战尊 啊 战尊大人 你也偿我一命吧 都怪我永远无助 只要你可放了我 你让我干什么的恋意啊 信杨花死信不可 战尊大人 我操了 我以后肯定老老实实本本本 老老实实本本本负 真是这样 我上一世就不会惨死于你手 什么上一世 跟我没关系 真的大人可我他污蔑我 玉山 要怎么做想怎么做 这二人都交给你 抄家免 千刀万挂 放忙前我洗脑池 玉山 求求你不要 带走 玉山 真是大人 玉山 不用啊 不要 真的大人救命 快点忘了你 真是大人 我知道错了 我都是听到了 周堂主的谗言 这这都是误会 表妹 看在我们都是唐家的人 你找我吧 害死爷爷的时候 你怎么没有想过你是唐家人 玉山 这帮人怎么处的 骗你们 唐吴 唐秋 唐浩 三人即日起逐出唐家 没收其家产 一段生路 自生自来 你 还有你 无论在唐氏集团是什么职务 你格职出 官禁第三个月 反思醉 再也 反逃一死 听明白了吗 感谢唐小姐不战争 滚吧 哈哈哈哈 叶小友哦不 臣尊大人 哈哈哈哈 非常感谢你 为我们唐家解决了如此大的危机 如此的大恩大德老秀 一归忘我 哎 您还要叫我叶贤吧 雨山是我女朋友 保护唐家是我应该的职责 也是啊 叫你叶贤多有见怪 反正啊 你也要同我孙女结婚了 那干脆就叫你孙女君 啊 也行 哈哈哈哈 好好好 再继续啊 时间也不早了 不如今天呢 就在我家中好好休息一分 让老秀也为你接近立足之遗啊 啊 行 哈哈哈哈 走哈哈哈哈走走走 周大周天次 RET 这位我上一世的死亡时间还剩三天 如果真的是他们 那就是说三天之后我还是会死 也嫌 也会被偷袭而忘 嗯 難道這就是時間線修正嗎 誰啊 你爺爺說 燈壞了我修了 你看我屋子裡這麼亮 像是燈壞了嗎 哎哎不是哎哎 老爺那你耍我呢 哈哈哈哈 算了 今天晚上就把身子交給也行吧 這樣就算我離開了他 我也不會有什麼理想啊 離開 你為什麼要離開我 你 你果然聽得到我在想什麼 啊我我沒有 你剛才太主動了我有點害怕 啊你早點休息我先走了晚安 晚安 這張床 是不讓你睡了還是怎麼了 我 我可是你的女朋友哎 你還沒睡啊 有點失眠 那就 不要睡了啊 不讓你睡了 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這是昨天晚上 あー 昨天是锁坏了 走走走走 今天一大早我就把锁给修好了 这是专门为你泡的蜜之大补茶 尝尝啊 早点 哎呀 早点雨晨生个大胖小子 完了我的梦半点喝半点 不是老爷子 我跟女生婚都还没结呢 哎呀这不让你来啊 就是为了说这个 这婚礼该提倡日程了吧 你小子该不会是那种 提了裤子就不认账的渣男吧 喂那怎么可能啊 哈哈是 哎对呢 雨晨呢我醒来就没见着他 哎呀 我唐家遭此搭乱 公司那边啊内部不稳 雨晨去处理一下 一会就回来啊 哈哈哈婚礼的事啊 我商量就行啊行吗 那台链你准备要多少 出个价 我付了 这说的是什么话啊 老头子我是嫁孙女 又不是卖孙女 说什么彩礼啊 呃那这样吧 我们唐家出 五十亿的嫁妆啊 一切的婚礼事务 老头子我亲手操办 呀什么事什么心 不用再操了啊 哎别别别 规矩就是规矩该办就得办 搞得我跟入费似的 哈哈哈哈 我正是担心你公务繁忙身份特殊 我们替你分忧嘛啊 咋来了你 跟珊珊结婚了之后啊 照顾照顾我们唐家啊 我从小无父无母是个孤儿 是你跟雨山给了我家的感觉 如果谁要敢欺负你的唐家 我叶嫌第一个不答应 好如此甚好 啊这婚礼就这么定下了 等一下 我还没同意 不通过这三个婚前考验 叶嫌就没这么厚酒 啊你没有发烧吧你啊 战尊都没有这个资格 那你说说这全天下谁有这个资格啊 啊你说什么胡话呀你啊 你武功当事无双 战功更是受天下万人之敬意 这可确实无有之 但你纵有大意 难免会对于男女前爱有所舒服 爷爷 这场考验我必须进行 呃 与尼山 是不是想玩一些 混件小游戏 叶嫌 你认真一点我没再跟你开玩笑 与尼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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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天子逃跑 你到现在都没有得到消息 那就说明 上一时的事情 他一定会重现 为了不拖累你 我只能这么做了 周天子跑了 还杀了我 早上了 而且 我之前有婚约在身 所以我算是二婚也嫌 是我配不上 不管怎么考虑 我们结婚 都不是最优积 哎 打住 这种话 不要乱说 什么二婚伯 我不管你以前经历的什么 我只想在未来的每一天 都陪在你身边 这考验 我硬了 叶贤 你也知道 我唐家是商业事家 既如此 我的男人 就一定要有灵活的商业头脑 长远的见识 以及破釜沉舟的胆怜 所以 这第一个考验 就是要你三天之内 再够一千亿 但前提是 你不允许动用战尊殿的一切力量 这怎么可能 赛尔 你偏财者胡闹了好不好 你考验的也不同意 爷爷 如果叶贤 连克服这点困难的勇气都没有 我怎么能够确保他以后就一定爱我 哎呀 除非 能在上京的拍卖会上拍下那个东西 否则 就是痴人说梦罢了叶贤 希望你能知难而对 你 你别在这儿胡闹了 哎 老爷子 这第一场 我硬了 陈山 我一定会向你证明 无论多大的困难在我面前 都挡不住我对印尼之间的 主人 秦天已经被处置 可周天赐和周带二人 确实逃出了战尊殿 这件事情如果不是我亲自去查 恐怕就没人知道 好像是被谁刻意隐瞒了一样 果然和雨山说的一样 真搞不懂 周天赐这么一个蝼蚁 怎么可能会杀了我 周天赐杀了您 尊尚 您这话是什么 从现在开始 发布四海八荒令 全力追杀周天赐二人 是 手下这就去办 还有 单凭周天赐自己一个人 做不到瞒住你我二人的眼睛 说明他背后还有一个人在谋划上 您按住好好调查 千磨打扫惊设 是 叶贤 你是怎么知道这场拍卖会的 南龙虫 你真的有毒心术 哎呀什么乱七八糟的 你想啊 三天 赚一千亿 那除了在这拍卖会 减购发财 还能有其他办法吗 我啊就是过来碰碰运气 这不还有两天的吗 我还准备参加其他拍卖会 看来你还真是走了过世音 什么 没什么 我们进去吧 这二人什么来的 就林少的专属座位 没见过 不过就以林少的手段 这两个人怕是活不成 放心吧 我一定 在拍卖会上见个大路 通过你的第一考验 喂 小子 你坐错位置 大家 上面写你名了 倒是没写我的名字 不过这座位只有我林峰陪着 你这种群补 上京首富林家大少爷林峰 你这小娘们还挺有见识 谁小的就赶紧滚 一会惹到了我林峰 下场就知已不得了 另外一天 人外一天 别给你们林家招惹破 我他忍他还是有限的 你这小狗狗还真是不自量地 说狂年呢 竟然敢威胁我林家 小子 与林家才力相比 我们所有人都是穷狗 这是一个客观证实 不管你接不接受 都不认 你会说话就多说两句 啊 谢谢李赵 谢谢李赵 你这条穷狗没有位 就应该考虑考虑 地儿不是 妄想纠战雀巢 你不得面子吗 一个椅子 还真被你这种顽固做出优越感 小子 这座位可不是乱坐的 这随便一绑代表的都是身份 全是 明白 真不知道你这条穷 怎么进去 一点规矩都不懂 来人啊 把他的双嘴双脚 挂到门口 一封是什么样的家 我是云城现任唐家家主 谁敢动手还不退下 原来是唐家唐大小姐 这条穷狗这么没规矩 我不是有牢养的小白脸啊 叶贤是我未婚夫不是什么 况且我唐家人连一张破椅子都作合了吗 唐小姐当然有自托托托托 不过 不敢炸给这两个穷狗 解释一下这牌买会是什么规矩 这一牌是给那些身家千万或者没什么地域的土大 爆发不准备 当然唐家资产过亿这一牌不是 这两牌是给那些身家过亿的二流家族 刚刚是 叶贤 我们今天主要是过来买东西的 别和他们一般见识 而这一牌 又不是什么牛鬼蛇神都能够轻易燃指的 只有身价百亿 并且是上清的名门望族才有资格作响 而你唐家不配 真没喜悼这一世的拍门会 还有这种破规矩 好既然如此 那我们就遵守规矩做到第二排去 班长 唐小姐话别和我还可不说话 你们做的可是第一排第一座 远比你们做第一排要严重很多 这第一排第一座 非不可敌国者不能做 非首富之位者不能做 非身家千亿者不能做 总结来说 这是能效的 但是多少年了都没有人燃起 你们唐家好大的胆子 主要是让你们两个 没变 还叫我唐儿皇之的离开 这排门会乱套 哦 你的意思是说 这位置 是按照实力排行 力问尊卑来分的什么 当然 那我就问一下 歌厂外的 该坐在你 不会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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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庞大小姐啊 你这个小白脸还真会给你找麻烦 还资产万亿呢 敢问这普天之下谁敢夸下多 李少 这小子恐怕连万把块钱都没有见过 天天看什么龙王本去看多了 公把自己给带入进去了 不是说好不动用战军电动力 我没有动用资源呀 这是我自己的财产 我工资可高了呢 你少胡搅蛮缠 你就说吧这钱是不是战斗内开的 是 那就不行 你要摒弃一切你所能动用的 但是 起到头上了 你能忍呢 小子 在拍卖会里不守规矩 胡搅蛮缠下场 今天那条拍卖会 当今我 是像大王一之一的 这天还死 若是让他知道 由你这个小白 在上京所有家族之前落 还扰乱这拍卖的现场 清扯 死 我今 葬身之地 我只是按照规矩办事 只是你们这些蜀木村光的景底之外 分不清你我之间的察觉 居居问不止一 好 既然你吵死 那也怨不得 哎 你屁屁屁屁层当场 赞美王道 我是赏金有头有脸的豪门世家 在你提草草草草草草 成何体统 只有人在这拍卖会上闹事 我怎么看不下去 所以才帮你 进去安心 闹事 何人啊 就是他 横家的一个小白领 微淡的按钮规矩 还妄成自己 万一之之 这么多年了 竟然还有人敢在这里闹事 活的不耐烦了 你开别烦我 你要是再告诉他 我就告诉我爷爷 好等于知道 小子 小子就是你赶在在排卖会上闹事 闹什么事 理您的眼睛 应该不会认不出这张卡 我的指寸黑卡 敢问先生 您贵姓 免贵姓 我个狗屁 王爷 您可见我别为他 你骗他就是个小白领玩 这张卡 肯定是假的 我还没有老眼碰花 张卡的真假 我还认得出来 这张卡 只有身价过万亿 才会为其死人定制发行 全世界拥有的人 只有两位 一位是国主 并万一位 至今都无人知晓其身份 敢问先生您是 别多问 问多了对你没好处 啊 是是是 不过 既然 您过来了 那这排卖会 就没有必要进行下去了 那不如这样 您喜欢什么 随便挑就行了 别别别 这卡里的万亿我是不会懂的 要不然大家都没得玩 我还是守规矩的 那就多谢叶先生了 来人 给叶先生唐小姐看座 王爷 这位置以前可都是我的呀 和叶先生相比 林家不值一提 拍卖会正式开始 一样 竟然是王爷的孙女亲自介绍 看来这第一样东西 你价值不废啊 诸位 这个唐朝魔头雕通体乃是由汉白玉制成 起拍价 十个亿 每次加价 得一千万 当然依然还是按照拍卖会的规矩 财货两清真假 这佛头通体是感温润 妖宫回复神功 栩栩无上 这价值竟然是远超十亿 这可太值了 一个假货吧 水盘亏死 我出五十亿 六十亿 我出七十亿 我出一百亿 诸位 这个佛头我令五人甚深 还请诸位 不要在东方 若是林少喜欢 我等自当不会扰乱您的雅兴 请某些人守好规矩 不要扰乱正常拍卖会秩序 否则我李家绝不会放过他 哪能啊 大家随便出假的事 我再追加一百亿 一共 两百亿一次 两百亿两次 三百亿 这个佛头我也挺喜欢 你疯了 别买屁 你不是说不用你的黑卡吗 你哪是眼睛看我要用 我还有一些零一天 啊 这么大事 那我陪你玩到底 我出五百亿 六百亿 七百亿 八 我还以为你多大钱 我买了原来就这么点钱 还敢跟我斗 这些钱 这是我的零用钱 但是林少花七百亿 买这个佛头 估计是用了全部的身价了吧 此条不及实验 我林家是值千亿 区区七百亿 物质一提 放棄这佛头 加值千亿 我随便一出手就赚大了 七百亿成交 恭喜啊李赵 咱手就赚了四五百个亿啊 这还多费了 叶 你拿黑卡跟我玩吗 才让我捡这么个大漏 买了个假货还沾沾 真是 嗯 叶贤你胡说八老什么呢 我看你就是因为伯同没抢过我 所以心收怨恨故意颠倒黑白 心情 师傅这不是假的呀 假的吗 我不知道啊 就是喊着娃娃 谁知道啊某些人翻门 七百亿把拍下 你说 我愿意 把人厌一顶 当然 你敢不敢跟我抖 咱们就赌这佛头的真 啊 那我就跟你赌一赌 你要赌什么 倘若这佛头是真的 你把你拿黑卡 然后再当者再找所有人的面 跪起来 替我磕三个小佛 大胆 你把我的拍票费到什么地方了 可以 嗯 那是吧 是不是怕怕 有什么好怕的 我就跟你赌 那如果你要输了呢 我不可能输 而且我告诉你 你的黑卡 我实在逼他 好 如果你输了 我要你林家自断生路 散尽千亿家产 以后再上京见到我 跪下来喊爷爷 听明白了吗 叶先生 这佛头 事前是做过检查的 确实是真的 你别跟他一半见识 哈哈哈 叶贤 你听到了吗 这个佛头他是真的 现在 已经生效了 你可千万别烦了 我叶贤一向惊口欲言 说到做 王爷 麻烦您现在重新检测一下 找最好的专家和机器 你就会发现这佛头不简单 既然叶先生执意如此 那我自当着办 来人 请王大师出山 与这佛头再仔细检测一番 是 叶贤 你的黑卡 马上就是我的了 话可别说的太满 小心走向深渊 王爷 检测应该还需要一段时间 不妨直接开启下一段 是 这把青铜古剑来历不详 平平无奇 这有一些奥妙在 可至今无人能够破解 有一些收藏价值 起拍价 一个亿 就是 上里是另外一日 真正的名价之宝 宣源剑 这是 流失了千里宣源剑 人旁浓起 竟然真的是宣源剑 王爷 您的拍卖会一向以精品出城 这怎么 会有一把 残缺不堪的青铜剑 超温这把青铜剑 内涵无上玄机 可惜我穷极一生 也未能参透半分 一日拿出来 就是希望能有一个有缘之人 双武器奥妙 圆了我这多年的夙愿呐 实在抱歉了王爷 这把剑 我也看不出了什么玄机 我放弃 我也放弃了 十个一 这青铜剑我要了 叶先生 莫非是看出了人什么玄机 可这十个亿 却远远超出了这把剑的价值 您这样 您若当真喜欢的话 我干脆把它送给您吧 那 我对这青铜剑非常的感谢 况且啊 万一我真的发现里面的玄机 王爷后悔了 啊想要要回去 估计的伤何情 叶先生啊 说笑了 那只是个传闻罢了 真的有 我早就看出来了 凌儿 啊青铜剑给叶先生送过来吧 怎么样 这千亿层品 到手吧 你是看出这剑的玄机了 没有啊 我就是第六感 他肯定是千亿 叶先生 你是不是老子有病啊 啊 就算这青铜剑是黄金打造的 他也难值千亿 没想到你这么有钱 还喜欢做这种 买什么 叶先生 这马青铜剑 价格能有一两个亿啊 已经是谢连谢迪了 价值千亿恐怕有点困难了 留人现眼的东西 就凭你的眼光 就算有万亿资产 也早晚都会被你给卖光 就这破破烂烂的青铜剑 而我刚才的 唐黛玉魔头相遇 简直就是垃圾 哦 是吗 咱们会有龙银声 看不成有真龙将士 当然 还不止一条 相传 千年前 三界不平 人魔大战 硬龙大臣 牺牲了自此的九位龙 给仁华塑造了这把绝世 扭转战 四剑之内藏有九龙真魂 这就是传输的那把 转圆剑 没错 啊 王爷 您之所以无法窥探这剑中的玄机 是因为您并非像我一样修行 无法运用真气引出剑中九龙 叶先生 能不能把这把剑让老朽看一下 郑国神器 这是真正的郑国神器 叶先生 老朽给您一千亿 请您把这把剑卖给老朽 这 先生我知道您不缺钱 可是这轩炎剑 老朽确实喜欢的很 还请您给老朽一个机会 王爷不必请你 只是这剑我还有用处 暂时无法卖给您 请您亮起来 是老夫的要求太过无礼了 还请叶先生 宽恕 不要以为你花把一剑了个千亿大漏 就可以沾沾自喜了 告诉 等一会见经结果出来 万一黑卡了 中央是 王爷 进行报告出来了 开始 叶先生一时上头 说了临风蛊惑 任了人密书独具 不行 叶先生眼界不犯 什么都更是成迷 绝不能得罪 林少 给我真被王一个面子 那个骨鸡就算了吧 反正啊 都是口头之约 不作数的 王爷 您之所以明满天下受人金钱 一直都是因为 您做事从来都是公平公正 刚正不合 难不成今天 为了巴结也嫌 想买他手中的千元剑 就无脑骗户 此事若是传说去 恐怕王爷的名声 一朵前仗 林峰 你敢威胁我爷爷 我可不敢 但是呢 真言可悲 我不说 不代表其他人不为什么 王爷 您不必担心 这场杜局我赢定 还请这位朋友赶紧宣布结果 我可不敢 我听你说 这个唐大运魔童 喂 啊 不可能 叶贤故意串头好 故意伪造出这么一份假的见地报告 林峰 真假自负 这是拍卖会几十年的规矩了 你自己看打了眼 少在这里胡搅蛮缠 况且我们大家都在一起 咱们有机会造假呢 林少 你信不过王爷还信不过我吗 这颗佛头就是我鉴定的 居然是世界的妓子招牌 王天玉 我王天玉混迹古玩戒三十余年 还从没有打过眼 这颗佛头看起来是无懈可击 但毫不过我的眼睛我鉴定 我以我王天玉的名声发誓 这颗佛头就是假的 好 好 林仙 哎你别玩 你站住 没帐 那赌鱼 还没动 你怎么在这得寸进去了 是你非要跟我玩这赌鱼 现在要来帐了 林峰 你该不会是玩不起吗 怎么玩得起 那就跪下 还我什么啊 哎记住了 三天内 将你林家所有家 进属成功 别忘了 叶先生 请放心 我这么在乎 会时时刻刻盯着林家 小子这就去 请点家产 去吧 我 如为 排卖会 半小时候照常进行 怎么样 这第一个考验 算通过吗 通过 那第二个考验呢 正所谓孤长难民 一个人总有势胆力薄的时候 所以 这第二个考验吗 我是战尊 多少人跪着求我 我都懒得看 我人们还不够吗 战尊殿是以武力为尊 你也是靠着战功才一步步登上战尊之位 但我想要看到的 是你在这世俗之内的能力 所以 我要你以最快的速度 获得正北王发自内心的血 并且成为正北王辅上 真正的祖神 正北王刚好喜欢这把剑 我直接给他送去得了 哎 也行 这把剑可是第一场考验的正午 你不能送人 还有 不允许你在动用战尊殿的任何力量 这也太难了吧 如果今天晚上 你能阻止林峰给李灵儿下药的话 那也未尝不可 好 我已经有计划了 这第二场考验 少爷 这就是您要的春心荡药桃花丸 混入水中即可化开 无色无味 不管是男是女 只要服下 就会浴火焚身 难以自拔 你敢耍我 那就别怪我心狠手了 对你的宝贝孙女吓死 不是你 你为什么一直让我带着轩原剑 叶贤 你现在最应该担心的是 如何通过这第二个考验 不是在这里喝酒 更不是问我 为什么要带着轩原剑 可是 这酒吧 不就是第二个考验的关键吗 该不会都用战尊店这下都是 没有 我答应过你 不会用战尊店的关系 是他 告诉我一句 是他 果然瞒着一些是 冤枉啊老板 你不能这样无限我 还是说 你有什么隐瞒着我 明儿 明儿终于来了 你知道我等了你多久 有事快说 别耽误我时间 明儿我私底下追了你整整三天 这三天我对你的爱你最清楚了 今天爷爷那么对我 你连一句话都不帮我说 那是你自讨苦吃没人救得了你 还有少拿你那个屁都不分的礼物 给自己强行加息 我都双倍还给你了 停啊 我对你这爱不是用金钱能衡量的 你哪怕不爱我 你稍微对我有一点好感性吗 你凌峰在外面养的女人 没有100也有80吧 少在这里给我装申请道德绑架我 要不是腾为上青世家 我给你点面 你今天能见到我吗 哎 我想起没有数了 或许 咱们俩之间确实没有缘分 喝了这杯酒 我保证 以后再也不纠缠你了 你最好说到做到 干我出场啊 叶先生 你们怎么在这 零二小姐 这酒可不能喝啊 里面被下了不干净的东西 你胡说八道叶先生 你说的是真的吗 当然是 我们亲也可以 今天在排卖会上那么羞辱 现在有无凭无据说我对酒里下药 我有那么下流放给你 想要证据 好啊 春心荡漾桃花丸 我说的没错吧 这春族 部分来你暴走的很辣 你竟然想证明这里面没有药 我都喝了 这事可千万不能报我 否则李家不会放过我的 必须回答这证据 你让我喝酒喝吗 平时 既然你也相信 那我没什么好说的 啊 不可以 啊 哎 哎 我就说我没事吧 什么狗屁头啊 都是他在抹黑我啊 哎 没事啊 你扭什么呀 你扭什么扭 走走走走不行吗 滚开 呃 你扭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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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歇着吧 叶先生今天的事情 多谢您了 如果不是您和唐小姐 我可能真的要 无言活在这世上了 没事 举手至劳 还请叶先生和唐小姐 随我一同回李家 今天的事情 我李家必有重心 哎好 正好 我与你爷爷有事上 什么事啊 能有婚前考验重要 天大的好事 你就老老实实待着吧 哎呦 王爷 你这要做什么 叶先生 唐小姐 感谢二位救了我孙女 如此大恩大德 我李天海 莫齿难忘 王爷不必如此客气 我倒是有个评论 不如就让林二小姐女生相识 和燕贤从此结婚 您觉得如何 不是我 燕贤 你真心善人帅 身家过亿 配得上林二皇妻的身份 这样既偿还了恩情 也让你招了一个金归婿 其实这把宣言剑 是他想送给您 当财礼提亲用的 哦原来今天 叶先生说的事情 就是为了给我家林二提亲啊 不是这样的我 林二小姐觉得如何啊 嗯 如果是叶先生的话 那也未尝不可 可是唐小姐 您跟叶先生 我们只是普通朋友 今天的拍摊会上 他是来帮我唐家 他是帮我唐家撑命而已 原来如此啊 那我李家倒是求之不得啊 叶先生 我家里人 虽算不得国色天香 貌若天仙 但也有 毕与修夸之姿 那不会是今天就定了吧 女事 你什么意思 叶先生 我帮你找了一个漂亮老婆 你不应该感谢我才是吗 叶先生 对不起 明天就是我命中注定的死结了 我不想再拖累你了 我要自己去面对这一切 时间不早 我想先回唐家休息了 你就留在这 好好和王爷他们 商量婚约的自己 王爷 谢谢高队 哎唐小姐慢走啊 恕老夫不远送了 哎 叶先生这婚事 到底什么意思 我已经完成了您两个考验 为什么你现在要让我跟别的女人前 林二小姐不好吗 论家事 她是亲王的孙女 论美貌 她跟顺国有 而且 她没有过什么婚姻 她是个干干净净的女人 她什么只爱你 叶贤 你冷静一下 从今往后 你我二人断绝一千万年 今生今世 再也不尽 各自爱好 别再各种 如果你真的不爱我 如果你真的不爱我 你分开也无所荒惠 但是这个结局我不接受 圈姬 准备怎么样了 先生都准备好了 好 那我现在就回战尊殿 有些老鼠 是该清理了 是 是临凤临少爷吧 你们是谁 我道子 你们是战尊殿的人 没错 据我所知 镇北王里听 夜闲藏羽山 能在开卖会上大肆羞辱临少 这口气 想必无论如何是夜闲 当然 千多万 那正好 我们二人 与夜闲藏羽山 也有 不如我们强强连事 暴露 可是 镇北王里 有战尊殿在 我也不怕是镇北王 与少 这可是精彩的机会 我希望 你得珍惜 好 啊 家里 定要将他二人 是反断 今天就是我上一时死去的日子 希望你离开了我以后 就能平平安安 一定要 活下去 人 人 好姐妹 最近过得可还好 臭呆 你们果然没死 现在在哪 今天就要彻底给你们做个了结 我的好姐妹 我这就给你发位置 随时欢迎你过来 果然 还是前世子的地址 一切都被修着 像这子 能不悟空 唐雨珊 我不过激了你两句 你还真敢难呀 周代 我说了 你我之间的恩怨 今天必须做个两段 哎 唐雨珊 怎么就你自己来了呀 你那个 战尊小男友 该不会是不要你了吧 哈哈哈 要不着你 想好今天要怎么死了吗 何雨珊 你怕是还没搞清楚状况吧 看到了没 这些可都是我雇来的舞蹈高手 只要我一声令下 就能将你撕成碎片哦 是 弄手 你们干什么 我可是不得你们 我是你们的主人 还不想让我是吧 不好意思 唐小姐给了更多 什么 周代 这 是你说的 说的一半 再无关心的可能 行什么 我不服 我不服 你谁 凭什么你像魏武先知一样 处处都赶在我面前 你明明之前传得像刀猪一样 为什么现在我叶神这个样子 快 为什么 就是因为上一世太过惊认你们 才会落出 落出生命的呆在这边 孩子们当时 就是被捆在这个十字架上 会折磨的毫无人 是谁 都 笑辈子 哈哈 曹玉山 脑子积水了吧 你真的相信这个世界上有成生者吧 信不信有 是虫 非方无可 勾手 加了他 勾手得死 怎么是你 谁 唐玉山 没想到 我们可是做了很多事 周小姐 唐家所有的人 已经都在我们手里 啊 林少 真是辛苦你了 等这件事情结束 我一定好好伺候你 帮您满意 那周小姐 那是当然了 毕竟如果不是您来 我早就被这帮叛徒给杀了 您可是我的救命恩人啊 唐玉山 这一步 你没想到 难道我的死 真的是必然的解决吗 你说 我该怎么好不够的 哦对了 你刚才说什么 被绑在十字架上 哎我觉得很好玩啊 来人 把他给我拿下 放开放开 这么漂亮的脸蛋 要是被我一刀一刀的割开 应该很有意思吧 废话少说 你要动手就动手 杀了 又这么杀了可惜了 哎小娘们可是香的狠啊 滚 我就算死了 也不会让你碰 小娘们有点啊 我喜欢 哈哈哈哈 哎 林少 他有什么好的呀 他为了自食我都会 他不会了我也会 您想怎么玩 我都可以陪你啊 还是赶紧把他杀了吧 舍得也差不多 小嫂 你这样的女人我玩多了 今天我要换换口花 玩玩是真激烈女 哈哈哈哈 没有想到 这辈子 是如此屈辱的死去 不管了 你先 你还活着 哈哈 你还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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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你啊 好小姐 这份礼物 你还喜欢吗 谢谢放开 不管你怎么叫怎么哭 他都已经死了 哈哈哈哈 这就是为什么 天生是战尊 他不可能死 他怎么可能会死呢 因为他放了众怒 战尊之位 坏人呐 而我就是新任战子殿 三大战将 带炮 贪狼 贪狼大人 原来您下了这么大一场棋啊 您这计划可谓是在世无双 在世无格呀 哈哈哈 就算是战尊殿的战神大人又如何 不过还是肉眼三拍 刀子捅进去还是会痛会死 不过现在没关系了 马上就轮到你了啊 我和你拼了啊 看你啊 那雨晨我现在要送你 团剧 呃 啊 等等等等等等 他们你干嘛呀 大会那你吓死我了 然后你没有生气 你不是战尊殿 还有一些后事要善后吗 所以我才来晚 来了就好 那辈子我再也不想和你分开了 啊我说过了我不会离开你的 我还有一些事情要处理 要把这三个杂碎处理 這不可能 以前是我親手殺死的 你到底是誰 騎殺大人 我殺的是騎殺大人 你們那些小手段增上 早就查了一天了 你當日所殺的戰爭大 不過是被我們掉包的騎殺吧 騎殺意圖謀權篡位 搗亂戰尊殿制 破壞國之安定 被你們虐殺也算是罪有應格 現在 該你們了 戰尊殿像是何在 周代周天子二人 慰罪陶玉 我從欺殺 弘權篡位 黨如何處置 戰 戰 天作念有可為 自作念不可活 今日 順你二人受天刀萬寡之兵刑 林峰一火從處理 現在執行 戰子大人饒命啊 我都是為天人掃害 中央武器 我一定會忍著你 舉過去再死而過去 真相不需要你這 你也賢 我把所有價錢都給你放一放 早知今日 何必能 敢如我妻子 下場 林峰 林峰我求求你 你告訴我吧 你現在我們是幾年浩姐妹的分手 你求你問了我 我從此都不會再回音頭了 上一次 我也是這麼和你說的 可你沒有放過我 我終於保存了謝謝你 這次你再也不會離開我了 不會 我再也不會和你分開了 喂 什麼 我這就過去 我這就過去 爹爹被人打了 我倒要看看是哪個不知死活的 敢欺負唐老爺 雨傘跟我走 爹爹你沒事吧 這都發生什麼了呀 正過世家 大選在即 我本想著 買下雲城的傳世之寶 碧海魚龍送給四大師家 一次來謀求一個今生比拼的子 哪怕不成我唐家 關我一二也好 別相信 張家他張天豪 在我回來的路上強取豪奪 搶走了魚龍 還踏上了你 什麼張家 好一個張家 我叫葉姐 你先冷靜一下 你有所不知 那張天豪的張家 乃是神經望族之一 而且 這次還入選了 正過世家的悲選之列 如果 出意外的話 這第五世家的名頭 肯定是張家 正過世家 乃蘇室中的武漢大武 我唐家與之相比 被圍圍如樓椅 你是戰村若肆意插入世俗之勢 恐怕會迎我熟身 惹來死端了 若是連家人都保護我 我這戰村還有何用 你一定會讓你退代 將近 湯朗也在被張家的張天豪搶走了玉 現在召集戰村店所有湯朗 他給我找回來 需要多久 尊上各顧堂主分散各地 聯繫起來比較麻煩 可能需要一天的時間 我只給你一個小時 你們膽子挺大呀 敢搶玉龍把他送去無間地獄 尊上 屬下有一事不解 說 像這種生活人 全殺了你 為何你要放他 我來這裡 人有餐 你替唐老爺報仇 我 第二 你唐家的名義打出名號 留個活 就是為了讓所有人 如果夜前在唐家 誰敢欺負 下場只有一個 死 是第三 就是我還有一件大事 為了避免節外生殖出現病 真少 您說的是 我該問的別問 你的任務 就是盯緊張 還有任何時間 是 千年一次的世家晉升之日 就在三天後 都安排的怎麼樣了 以蕭家為首的四大世家英雄鐵 已經廣發全國 邀請各式百度代表 來參加 張家晉升的事都打電好了 小大哥 您放心吧 目前除了天豪的張家 還有 蜂家一個小 有自個兒晉升 不過我們已經失過呀 三日後 吃 乾爹 孟叔叔 好久不見 我的乾兒子 這麼沉不住氣 今天就來找我了啊 哈哈哈哈 放心 第五大鎮國世家 非你張家莫主 沒錯 到時候就走個過程就行了 多謝乾爹 多謝孟叔叔 今日我前來 是六他事 哦 那你前來所為何事啊 為了感謝乾爹和孟叔叔的栽培啊 我在雲城 得了一件無上至寶 今日啊 還準備送給二位哦 哈哈無上至寶 賢侄 你可知我二位都是鄭國世家 什麼美家 你所說的至寶 傳世千年 風提有浴血濃郁之色 虛虛如生靜靜細聽啊 有鎮載安家 驅魔辟邪之效 乃是雲城啊 鎮城之寶 你所說的莫不就是雲城的 沒色 咱爹說的沒色 哈哈哈哈哈哈 人家倆 就給了我妹 快快 我讓我讓我看 放心吧孟叔叔 我已經沒有手下人啊 請去清洗 一會就能送來 三個 麗海玉蓉嗎 你能夠啊 我可以換 麗海玉蓉還沒起死 幹什麼死了 說誰幹的 就是唐家 什麼家 公主代家 原來是唐家 真是狗膽包貼 還好我的豪章家 即將繼承震國世家嗎 群歌 可她畜牲一個人其不二 那一口方法要欺負我們頭上了 能用此理 我 阿翔 臉部 聖筒 我 我 釋迦 我 已經計畫了 這口氣 無可呼吸 這才是第五大鎮夺世家的展覽人 該有的樣子 涅槤雨晨好消息好 爺爺你怎麼這麼來都不敲門啊 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哎呀好消息好消息啊 咱們這次唐家可以參與 正國世家的健身了 人家呀把清姐都揍來了 清姐真的假的 當然是真的啦 世家百祖都收到通知了 涅槤 哎呀快點起來跟我一塊去 快點快點 我就是世家精神大會 至於這麼激動嗎 你少廢話趕緊去換衣服 好歹也是我男朋友 竟然對我的家族事業這麼不在乎 那可是正國世家呀 不是不在乎 我只是對世俗糾紛不感興趣罷了 你 果然聽得到我心上是不是 就你準備買我的 學生什麼精神啊 你們說些什麼呀 亂批八糟的 我剛說想胡說的 我也不知道雨晨說的什麼 哎對了 雨晨你看一看 精神大會是什麼時候 我天下做準備 哦 你根本就不懂 你是戰尊 而我只是一個小家族的家主 要是到時候全天下人都知道我們結婚了 你不看我 我 要是能晉升成五大市家 我就配得上你了 誰敢說戰尊老婆行話 不想活了 慢一下 真是氣不就是今天 對 爹爹 你把車背起來來不及了 快走快 快 快起來 各位 今日世家晉升大會參賽者為 張家 張天好 風家風盛起 還有唐家的唐雨山 由於唐家無辜遲到缺席 共取消其仓位自告 唐家唐玉山到 唐家唐玉山拜见郑国世家首领 免礼吧 你小子 见到郑国世家首领为何不拜 我又不是你们百家世俗的 跟你又没有什么交集 我也没有百家 你生活在世俗里 只有按照规矩 还我家还挺狂 不知道的还以为 雷牙俐齿的小子 敢拿国主开玩笑 你找死不成 我就算找死敢动我吗 小子你挺狂啊 敢不敢抱上你的家子和名号 唐家叶贤 原来你就是叶贤 怎么样 就当卖我一个面子 我们此次来的目的是竞输世家 别浪费时间和张家出品 行吧 唐家也嫌参见郑国世家民 这还差不多 唐玉山 今天的世家献争大会 乃是千年一次的顶级上市 唐家无故直到 是不是要给在座的各位一个解释啊 那是因为我们才收到晴帖 时间上根本就来不及 哦 那你的意思是说 埋怨我们故意将晴帖送晚了 那要不要我们开八台大轿 请过来啊 玉山并无此意 只是实事求是吧 依我看呀 那都是你的说辞吧 实际上根本就是你们唐家飘了 不把我们百族代表和四大之国世家放在眼里吧 好你个唐玉山 这来之不易的机会 你不但不珍惜 还敢如此轻视我的 区区一条乡下来的土狗吧 还真把自己等会儿踩 赶紧滚回你们云城 今天这场大会 不欢迎你们 这种人 第五大世家竞争之力 这唐家 给你没资格竞争 滚吧 世家晋升看的是实力 不是各位在这里狗叫几句就能晋升成功的 你不好意思啊 我忘了你连晋升资格都没有 看客就给我好好看着 别跟个疯狗一样狂吠 你一个杂碎 这有你说话的份吗 怎么着 说他们没说你啊 你叶贤 这里可不是你们云城 说错话 就可能死无葬身之地了 让我死无葬身 你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 哈哈哈哈 你好大的口气啊 你知道我等都是谁吗 敢如此口出狂言呀 你是谁跟我有什么关系 真不知道这唐家 是如何获得寄生大会的资格 就能如此恐怖 大话连骗 真是不知死活呀 黄雨珊 你信不信 我们在座各位随便一人 就能把你们同家捏死 叶贤 说话可要注意了 在座各位的身份 各个是仓房 可不是你那种乡下小长 可以 就好比我身边的女士 他可是国师一脉的传人 资产上千亿 更有国主赐的金牌 灭你唐靖 也就是他多多嘴皮的功夫 张少您才是 您是丞相之后 背景更是深不可测 跟我相比 那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啊 唐雨珊 就算你有参赛责责 可年纪轻轻 要学会收敛 现在 道歉 相信 大家 才能量你 没错 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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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哥 闭嘴 让我们道歉 嘿 我这么点微末的身份 就能在释迦百族之中这样去学 真是一群坐紧观点废好那个杂碎 知道你在这 说八道些什么办 唐雨珊 这就是你们唐家的态度吗 肖家 是这些人先口不遮来侮辱我唐家的 我觉得夜嫌 并没有 好 哎 这老呗 门道的晋圣思想 属家 既攻城淘汰 来打大闹的千年盛世 怕你们 不想活了 如果这千年盛世是被你们这一群百族世家 用来互相吹嘘的 那我看这第五世家 还是别当了 没有规矩的乡下土豹的 赶紧给我们滚出去 我们这里不欢迎你们这种二路世家 律师 看清楚了吗 这就是所谓的世家 不过是一群固步自风的井井直娃罢了 这种心声不要一把 咱们走吧 既然各位都如此不欢迎 那我就 就此做大 诸位 有缘再会 没那么简单 张同行 想干什么 如果你们来这里折腾一段 才能安然无恙离开 那我们各省百族之威严 这就是个笑话 那想怎样 虽然今日我与张绍也是竞争对手 但是我从我与张绍所说 百族世家的威严 不可侵犯 犯之必杀之 我东城郑家也赞同张绍所说 必须给唐家一点教育 让他们有刚才的狂妄 在一起 西湖刘家也是一同张绍所 必须惩治唐家 一个小小的唐家 创出这么多的货端 依我看呀 不如就将唐家的百族身份 给抹入降为平民 有事不得翻身 诸位以为如何呀 我得了 没有赞同张绍所说 没有资格这么多 我们今天来 就是参加竞争世家大会 并无一得罪任何 是你们 一直处处刁难我方家 那也是你们不守规矩在先 今日唐家之错 我四大世家都看在眼里 任凭你如何狡辩 也无半分作用 像脸 快快交出你唐家家助力 跪下好 啊或许还能换一条生路呢 梦你们四个字 痴心梦 你们呀 还是不知道我们百族精英的实力呀 来人 我张家张天豪 以写为梦 陛下写书 唐家唐雨山夜贤 青市大厦百族代表 轻灭郑国世家之沦威 过 被随百族之位 作为平 永世镇压 好 张朝如死霸起过 封家自当不能落后 封家封盛起 天下去死 愿与张家一起 同志镇压唐家 对 各省百族 自主以来 亦容俱容 亦死俱死 今日唐家出眠不逊 看不起我的 自当连手镇压 让唐家 有事故的暂时 长朝说的对 你学书算我一个 唐家目中无人犹如百族 算我一个 今天就要站在大厦 世家百姓的对面了 雨霞 今天的世家竞争大会 恐怕是张天豪的一场体育 难怪 难怪我们的情节 从来那么迟 是他故意为难我 我妈 冰海将的水来涂液 不管他们有出什么什么 只要有我在 不可能撼动唐家一分一号 唐玉山 学书正义啊 百俗怜悯 你们唐家 妈要消失在大厦 豪门之列 这都是你们自找的 消失 你还没有这个实力 抄模作样 我看你呀 根本就不懂这份 学书的含金量 这砸碎 说不定就是唐家的一个下 根本不知道唐家 现在面临什么危机 是吗 可是我总觉得 我随手就能解决的一件小生 撒碎 虽然我们这些人 比不上郑国企大师家一根手指头 但是我们啊 也能代表的大厦各省顶级百岁 也就是说 你们唐家 是在跟我们所有顶级世家作的 恐怕你连这也不懂 是吗 但是呢 哪里再多也咬不死 翱翔九天的剧位 废伍对手山 也是垃圾 你垃圾你说什么 你现在就弄 后生 何必跟这种下到杂碎计较 我们下个家要做的呀 就是让他们眼睁睁的看着 唐家父 体验绝望 杂碎 你记住了 自打我们签下去 不能再一刻起 我们所有的关系 致费姐 统统出手 开始剿灭一趟 可惜了 你们这些所谓的所有关系被子夹起来 都没有办法害毒唐家一分一毫 那咱们走着瞧不出三点 唐家 并 两个老头 你们口口声声说 这世家晋升大会是千年盛 却被有心人扰乱 弄得跟过家人 管不管 这个唐家的杂碎 这么跟我说话 找死吗 你如今得罪大下上下败 代表那是你们唐家咎由自取 我们为什么要管 你刚才不是还吹的能耐挺大的吗 好一个咎由自取 啊 既然这样的话 那我叶贤 今天就好好替我管教育 别 就凭你 还差得远 有什么本事情犯使出来 我会让你明白 是不是 决定 现在的唐家就是一个烫手参与 大下谁敢站在你们那边那就是咨询 放弃 没人能够帮你们的 那你们有点太高高 你们这些所谓的自家反豪在表面看起来微风流连 实际却如此老虎 吹咨诶 我没有听错吧 他居然说要让在场的所有人全部都破产 这小子怕不是失心疯了吧 三分钟内让所有人破产 你别一想天开了 我看啊 你这不是计划 是笑话 你还在这个废物身上浪费时间了 赶紧给精神病院打电话 把这个精神病拉走 哈哈哈哈哈哈 就算是我们镇国世家联手 想一句话 让在场这么多人的家属破产 你要花点时间就凭你 哈哈哈哈 简直是痴心妄想 难怪近百年来 唐家一直都是二子 他说起都是死活狂妄自大 今天必须没 别着急 三分钟快到了 咱们拭目 诸位我看呀 还是别在这个神经的身上浪费时间了 咱去直接杀掉就好了 正好来记我这百足联名的血缩 这题 镇压唐家 先从这个砸碎开始 我看谁敢 现在想起来 晚了 唐家包庇不了 三分钟到 难不成 这小子真的能说到 绝无可 这是闻所未云呢 据我所知 打下以正能力的人 这一只手就数得过来 说什么 娘家现在狐狸狐狸 做传便宜 怎么怎么回事 什么 您是说 咱们风家最大的客户 要和咱们断绝来往 变结永不合作 难道这才是三尊殿真正的实力 真正实力的冰山一脚罢了 难道 真的是他做的 绝不可能 你是怎么做到的 简单的一句话 为了全场百足代表 你到底是谁 我是谁不重要 重要的所有 那敢问阁下 天来我世家进入大会 竟是什么木链 今天我来 就是想要看一场 公平公正公开的 世家竞争大会 可没有想到 却被一群狗 狂废不及 小张牙舞蹈 你怎么样啊 萧家主 这场世家竞争大会 可以正式开始吗 那就开始吧 但是 叶先生 若您也是代表唐家的话 这晋升大会 恐怕就没有比下去的必要 毕竟 这些人都与您相差甚远 我说了 我要的是公 我不代表 你们就让你们的规矩来 输赢我们认得起 好 那结局无论如何 我还请叶先生 莫要责怪我 世家竞争大会 正式开始 有请 张家 张天豪 封家 封盛起 唐家 唐雨山 立于会场之中 郑国世家的竞争条件 首当其冲的 就是资产底部 我们已经暗中调查清 下面正式宣布 张家 现有资产 千亿 零下企业 遍布大厦各省 封家 现有资产三千亿 少许 唐家 仅有一千亿 唐小姐 看来你跟我们 还是有点差距啊 这场比试 看来张少师赢定了 恭喜啊 若无其他一意 那么我宣布 资产的比拼 张家 看一下 叶先生 刚才不是您说的 要公平公正的比试 您这么大个人物 不想要反悔 您哪这 是啊叶先生 这不合规矩 把天下百足 都看 我只是想说 你们这调查的 有点不太眼睛 这百足世家有任何 都难逃我这多世家的怀疑 就这点小事 我们还不至于查 这份排行绝对真实 叶先生可随意调查 是据我所知 唐家的资产 现在最实际 万 比唐家现在的规模和实力 能有千亿资产 已经是实属于远 闭嘴巴你 轮得到 我在唐家待了这么久 我最清楚 我还不是为了叶先生的名声找找 要不然 就让唐小姐 把万亿资产的证据拿出来 唐家还真的有 我什么时候 有万亿资产了 就在你包里啊 打开看看 这张黑卡的分量 想必在座的诸位应该是 这是 至孙黑卡 唐家怎么会有至孙黑卡 据说只有身价万亿的人 才能拥有这 这张至孙黑卡的 现在唐家的材料 应该在诸位之上 这黑卡发现这么大的事情 我们这些人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 因为你没资格 我肖家乃是四大世家之首 多少与那至孙银行 有些关系 我也从未听说 何时发行了一张至孙黑卡 给了唐家 叶先生 这张至孙黑卡恐怕是您的吧 若是这样 那唐小姐身价万亿 可不做数了 果然这这博世家 不是那么好活动的 晋升失败不可怕 这件事情又是传出去啊 一辈子丢人现眼 沦为天下人的笑 你也不想唐家 一辈子沦为效果吧 这样吧 也别说我们平白无故针对唐家 正好今天官礼之人 有至尊银行的一位经理 不妨让他验证一番 叶先生 您看如何呀 好 是 是 怎么样 这卡 到底是姓叶呀 还是姓唐呀 恐怖传来消息 这张卡 正是三天前 为唐家发布的至孙黑卡 小五 这场比试 应该是唐家 唐家是不是就可以 晋升第五大郑国世家了吗 唐小锦固然财力同天 这场比试是赢了 晋升郑国世家 怎么解释有钱还不受啊 肖家主的意思是 叶先生有什么不知啊 财力只是评判的标准之一 更重要的是 传承与贡献 就比如我肖家 乃 大下开国国主身旁的大将之后 千年传承 于大下有着不可替代的贡献 这才坐上了 郑国世家之首的位置 没有传承的时间啊 就算再有钱 那充其量啊 顶多是个爆发户 根本啊 配不上世家这个名号 这么说 传承和底蕴 也是晋升资格的 评判标准之一 对吧 当然 而且啊是最重要的 可比彩礼重要多了 正式重新介绍一下 我乃上京商家张天豪 是当年成相的 第三十八代后 这次没错 张哨的传承底蕴 就连我国师一脉的风家 自愧不如 而你们唐家 不过也就是近百年来 才逐渐有所起色的二人 想要做第五世家的位 恐怕还没资格吧 真是对不住啊 叶先生 看来你要白忙活一场 这条规矩 不过是你们临时订的吧 叶先生 这本就是世家技术 您有所顾知 正 我们 绝无真对 叶先生 我知道有的时候 那就算你 天也改变不了 唐家 活络的事 不是啊 唐家团成活络 那是你的愚昧无知吧 三分钟之内 我幸福不在 叶先生 今天给了你从咒的面子 休要不知好歹 三分钟 还把身体拿过来 你知不知道你现在说的话已经有五个 我们可以当场将你凝杀 你动一个事 好 来人 给我拿下叶先生 我你不知道 什么呢 特使大人 您您怎么来了 今日 乃是第五四国时的地址大会 我还不能带替国主过来看看了 不不不 相反并无私 今日我来 是替国主宣布三道圣 道圣制御令 这怎么可能 特使大人 当年霸王动乱 国主也只是下达了两道圣制御令 让战村前进 您说国主下达了三道御令 莫不是 我哪去 你在质疑 不敢 这您说的优点 为念言诵文 我有点不敢相信 你可认得此价 这莫不是大夏镇国之宝 人王所留的 轩辕神剑 正是这把轩辕剑一直被封印 所以才让唐家代为保管 为防止有箱小记忆 所以唐家这些年来 一直以姓埋名低调做事 现如今 唐家破解了轩辕剑的封印 镇国神器重现世间 又赠予大夏皇室 功德 这怎么可能 唐家怎么可能会有这一层关系 周上莫不是认为 这把轩辕剑是假的 国主御令论 唐家唐语将与上天徒令 唐家守护轩辕剑有功 从今日 唐家千年互建人一族的军队 一股不开 恢复传承 我问你 这个传承和底蕴 比极所谓的构险 唐家到底够不够格 当然够得 唐家守护镇国神器 近千年 这份功劳传承 苏联我等 自亏不如 既然如此 无论是资产财力 还是传承 唐家都比其他两家高 那这第五世家巡卫 唐家应该做过的 当然可以 从今日起 唐家 便是大厦之内 第五大政国世家 与我等 同起临坐 共同管理 天下海俗 唐小姐 山高路 日后 你一定要小心行事 你被我招到什么罚了 大人 既如此 今日晋升大会 就到此为止了 我等 先行告辞了 谁要有 国主预定有三道 我刚才仅顾布了一道 现在是第二道 各大人 还有什么事吗 四大政国世家 修家修 孟家孟靖明 以及上京百族之一的 张家 张天豪上前听令 四大政国世家 管理百姓师兄 目中无人 结党临死 正是无事家高的物业障礁 今日 愿遂 世家之位 抄家灭脱 打出难战 大人 这 这怎么可能了 有心之人献到我的 听国主明察啊 是 你对其他百家威压 就为了保护你的干儿子这件事情 真当没有人知道吗 你 你 你胡说八道 可是大人 您不能听到胡说八道啊 也行 算了什么东西 我看你是不养活了 放肆 这在你面前 就是退遗千里 故国有功 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的战尊殿殿主 战尊大 什么 他 什么 你们干的那点工的 早就无尽皆知 你这个畜生 做事目中无人欺难罢 甚至还在打上同家家 抢走碧海日楼 等于世家 还是出北 可竟然是战尊 既然知道了 还不赶紧走出去竟在发落 战尊大人 感谢您为国主揪出这些拜 值得 那我就宣布第三道语 唐小姐 我就在此提前恭喜你 国主有令 今日 自战尊夜贤 唐家唐宇山二年 结为夫妻 永结同心百年好合 并封唐宇山为世家之秀 以代替四大世家 管理天下百足 怎么样 这个大脸你喜欢吗 这可是我准备了很久的 这样子 干嘛呀 这么多人呢 哎呀管那些呢 你可是国主亲自 你要是不答应的话呢就换你 我 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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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